在中国大陆出国读大学的趋势正在渐渐黯淡 最近几年反倒是兴起了未成年孩子出国读中学甚至小学的第四波留学潮 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家长提前送孩子出国接受教育 我们的分析报道 2013中国留学白皮书资料显示 2012年中国留学生人数在2011年总数基础上增长了21.8% 占全球总数的14% 2010到2011学年赴美入读私立高中的中国学生比5年前激增了100倍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统计也显示 2012年在美国持有F1签证 就读私立中学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为23,795人 而2008年只有4,508人 4年间增长了4倍之多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中国出现了以公派访问学者为主的第一波留学浪潮 4,5年之后涌现了大量以公读硕士 博士学位为目的的自费留学生留学人群 2000年前后 则出现了逃避中国高考的第三波留学浪潮 他们当中很多元家庭富裕成绩一般 目前的第四波留学潮是90后和00后 主要的留学国家是英美、澳新、加拿大和新加坡 中国无论从小生初到初中生高中 哪怕从很小的小学开始 其实无论搞什么课载啊 搞什么新课标啊 所有都是围着高考转 我个人感觉所有在高中学习 整个中国教育体制学习的学生 当然某种程度上都是受害者 他享受不了美国这种多元化 比较优秀的教育体制 前耶鲁大学校长小贝诺施密德特 曾公开撰文批判中国大学 他认为中国大学对政治的适应 对某些人利益的迎合 损害了大学对智力和真理的追求 我们送孩子出来呢 我们觉得在中国那个社会 对孩子污染非常厉害 在中国这个社会 特别是孩子 他没有一个好的导向 说人与人之间 除了关系和钱 他没有别的 失去了人最本性的 那个互相之间要真诚善良 周围培12岁孩子出国读书的崔女士认为 美国教育体制是按照孩子的喜好安排 教育方式搭配也很合理 人性化 而且出国还能保证孩子吃的 用的 喝的 呼吸的都是安全的 和乐而不为 新唐电视田进采访报道